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楠,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按下暂停键,中国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因技术问题推迟发射 到底怎么回事,原因值得深思 业制以来美国GPS定位系统都一家独大 这让世界各国意识到发展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性 2000年10月31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开始 北斗三号已经发射了54颗卫星,全部成功发射零失误 而我国原定6月16日10时11分至10时50分,发射北斗最后一颗星 最后一块拼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即将完成全球组网 然而这一次却出现了意外,据北斗三号工程任务一线技术专家李丹表示 昨晚射前功能检查时发现了问题,经讨论决定推迟 网友对此次发射推迟主要持两个观点 部分网友认为这应该不是卫星本身的问题 要知道,GEO3从4月初就到位了 现在两个月过去,不可能前一天晚上才发现技术问题 而我国此次大张旗鼓有终止发射 可能是为了防范一些国家搞小动作 毕竟前段时间我国有过两次发射失利 当时就有人猜测与它国干扰有关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对我国的意义重大,不得马虎 当然这个想法只是猜测 还有网友认为这可能就是三级火箭发射的老大难问题 三级分离时点火有可能会失败 不过不管怎样,既然发现了问题,那就解决问题 俗话说好饭不怕晚 我们北斗系统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风雨洗礼 明天一定会更好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感谢观看